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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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就是著名街頭藝術家蘇五雲先生 Hello 歡迎蘇五雲先生 大家好 如果很多人喜歡街頭看畫的朋友 尤其在荷里活動 就一定會整天都看到蘇生的出現 因為你在那裡 叫做賣畫 其實也不是叫賣畫 你根本在那裡享受你的人生 那是我的退休的工作 不好意思 打擾你一點 你幾歲了 為何可以退休 今年五十多歲 三十多歲退休 保持得很好 三十多歲退休 三十多歲退休 你也可以的 林欣 我不行的 你沒有人那麼聰明 因為 沒錯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去做 其實跟我們做廣告也有點關係 因為做廣告其實是一個挺壓縮的工業 時間方面很瘋 而且你會收到一些客戶的工作 很短時間要去發工 而且要很短時間要有很多功效 還有很多應酬 而且要經常飛上飛落 穿舟過沙 很短時間令到人很快成熟 而且會看到很多世面的東西 賺到很多錢 最重要是你有錢 什麼叫有錢人 什麼叫沒有錢人 什麼最好吃的東西 什麼不好吃的東西 什麼都見過了 但是為什麼會去畫畫呢 畫畫是我小時候童年的夢想 我的志向 就是我本身 是很想做畫家 不過當時遇到要結婚 變成要把這些東西 即男人要把這些東西放下 但我想問一下你 當初退休的一刻 要不要用很多時間才做出這個決定 要去考慮一個很詳細很準確的計劃 嗯 即鋪排好 我們荷里活道的時候 我問了自己一堆問題 嗯 即現在你們那些 水蛇穿金牆 一堆 那些問題牽涉到很多東西 品格 影響 對將來自己的發展 對世界的貢獻 什麼時候畫畫會不見 什麼時候會被人告 很多的 很多問題 繼續回到雪德出丁萬活 在我們這個位置 突然多了兩個嘉賓 林欣你介紹吧 是啊 就是我身邊的馬基BB 不是 是我身邊馬基BB身邊的美琪BB 哈囉 歡迎你 Sunny的 哈囉 歡迎你 歡迎你 剛剛Sunny一說就有點害怕了 為什麼 她又是說小時候聽我的歌 那就很正常 那就對 我也是小時候聽你的 很聽師妹記得的 那倒是 其實我看回Sunny的 資料 資料 其實她很厲害 很多她編劇的戲我都看過 對啊 例如好像新澤師妹那樣 大家都很熟悉 新澤師妹整個系列 一二三 都是她寫的 謝謝 玉女添丁 我家有隻河東斯 下一集《天候》我看過 《地下鐵》我看過 《天壇》我看過 《天壇三寶》我看過 我看完你的戲 通常應該是電視台 像是年初二三四的 新的東西會播放 這樣也是很少會再重播 對嗎 美琪BB呢 怎樣 介紹近況 我最近 接下來8月中到8月尾 就會拍電影 還有接下來也是一些主持工作 會幫我馬會 拍賽馬的節目 還有其實都是一些主持的節目為主 即是港馬 正正在學習 在那時候,美琦寶貝的節目就是我監製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是SUNNY 就是在蔡馬會那個嗎 是,我都有看的 未來的一輯,我就會幫忙做馬上去 因為那節目,為什麼要我看呢? 因為他選了主持人,也是美女 真的,下次要找你了 不是,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